《禮仁篇》第二节 子弱,不仁者不可以久处弱,不可以长处落。 仁者安仁,智者利仁。 处这里是作动词,即是安于的意思。 弱即是穷困之意。 安是指安心。 智是明智的意思。 利是对人有益。 孔子说,没有仁德的人是不能够长久安于穷困的, 也不能够长久处于富与快乐之中。 而有人德的人,就可以长期安心, 推行慈爱的精神。 聪明的人,认识到人德对人有长远的利益, 而实行人。 孔子在这里讲述,没有仁德的人和有人德的人, 在于贫与富的不同行为。 没有仁德的人,不可以久处于贫困, 因为久贫就会为非作大。 也不可以长期处于富贵快乐, 因为没有仁德的人长期富裕, 就容易滋生骄傲淫逸之心。 不过有人德的人就不同了, 他处于贫困都会安心推行慈爱的精神。 而智者就认识到仁德对人有长远的利益, 所以就会实行仁德的行为。 孔子在这里强调了, 做人是以人为本的思想。 有了人的本心, 就能够任何环境下都能够做到, 此自不宜,保持折操。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